嗨,大家好,我是屋檐 现在棒棒糖月季越来越受大家的喜爱 如果说养血月季的小伙伴们没有一颗棒棒糖的话,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那么如何让我们的棒棒糖快速成型呢? 这期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其实原理和我们养月季苗一样的 修剪、打顶、施肥、醋、分支 这几步一样都不能少 看这两颗拿铁咖啡 同样的修剪了,同样的施肥了 这一颗我及时掐掉了新长出来的花斑 这一颗我就没有掐 现在,你看,这一颗长势 新芽发的已经非常多,非常好了 但是这一颗一个新芽都没有 对于新手宝宝们可能看到这一颗的时候会非常的开心 哇,我的棒棒糖开花了,竟然还有三朵花 但是呢,即使它们开花了,整个猪形比较瘦小 观赏价值我觉得还是不高的 但是这一颗就不一样了 等到这个新芽长成枝条的时候 整个猪形会非常饱满 花苞数量也是这个的两三倍 到那个时候开花的话 颜值可以上升好几个等级了 在你们看来,你更喜欢哪一种效果呢? 好了,这期棒棒糖快速速行的方法 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是